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基本上我也跟他说过他是我入行或者决定回香港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 所以他们本来叫我颁奖 那我说他们给我选颁电影还是导演 那我就一路想说希望颁给他 那我就猜不到其实他有机会拿导演还是电影 我就觉得还是颁导演会好一点 那么我就觉得他的机会挺大 你看我注意到最近香港这个电影人包括你在内 说话呢就爱说这个当年香港电影特别辉煌的时候 往往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说法 而且呢这次你知道因为我是大陆人啊 所以我就看大陆网上的这个反应 对香港电影金像奖 很多人这个跟帖就会说 怎么不是让子弹飞呢 那怎么怎么就向香港人选个陶姐出来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讲 说是香港电影金像奖 虽然不是说规定非要选香港电影 但是呢 香港的电影人总会对他们本土的这个电影 更多一种理解 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掌就叫做香港电影金像奖 他不是说内地或说两岸电影金像奖 所以说他的背后的评审的组成 整个口味整个标准 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 他有对本土电影比较比较看得有感觉 比较有感觉 其实没有奖项是公平的 但是呢我们只能保证机制公平 那么机制是香港电影金像奖 说我知道的华语电影里面最公平的一个 因为他不是评审团 他是开放给所有电影人 理论上有过千个电影人和资格去投 一人一票 就是在小圈子的范围里面是最最最民主的 最民主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但是他绝对是代表了这一千个人的心态 所以我每年都分析过 就很多时候你看香港的改变 就那行业的心态 对你讲这个心态和感觉啊 确实很有意思 因为你看我在香港我也觉得 不管是江文啊 还是冯小刚啊 还是好像在大陆很受欢迎的 好像香港的观众啊 也是没有什么感觉 他们真正在就在香港本土的票房 并不算是多么辉煌 同样反过来这个道理 也很有意思 就是香港的导演近这么多年来 年年这个合拍片呢 谁能不看中大陆这个市场 对吧 可是呢 我也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香港的导演到了大陆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和 因为呢 至少某一些作品呢 呃 大陆有些个这个影评啊 已经有这样的观察 表现出越来越让人失望的这个趋势 甚至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受刺激 这个广州的吧 这个南方都市报是不是 搞这么一个调查 这个标题呢 有点耸人听闻啊 就说香港导演 你们还有多少现用可以透支 就那个调查了很多 这个可欣导演的排位还算挺高 排第三位 不后来他们还更正了一次 很有意思 可能第一次把你排在比较靠后 然后专门发了一个更正 说对不起 我们搞错了 实际上呢 我只看了后那个 我没看到更正 是不是你们看到后的就写信去抗议 没有 怎么可能这么后 其实没有 因为其实等于讲项评论 你在这个报纸的评论 你就更没有 你更被动 其实你拍完电影之后 其实一部电影 别人怎么评 是你完全没法去预估 也没法去改变的 那所以我觉得 反正这个就是广东人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 就是这样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也不一定要把中港分得太厉害 因为其实香港电影 去到内地发展 香港电影人去到内地发展 是有水土不服 是一定的 那我觉得呢 很多时候呢 也未必是像评论那么讲 说大家信用投资 或者没心 没有heart去做电影 那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肯定是有文化障碍的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装片 那么多所谓大片 魔幻的东西 第一 当然是因为市场的要求 因为从盗版到票价高 等等 都使到观众觉得 我去线就肯定得看大片 这个不是香港导演的问题 内地导演 哪里导演都得拍大片 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 说所谓的大片呢 我觉得有至少你说这个文化背景上 香港导演有一个先天的吃亏 你比如说唐山大地震 这种香港导演很难去操作它 是吧 但是你看事实上 香港导演所谓的这个大片呢 往往是 还是集中在功夫片 武侠 其实我在讲大片 其实我就是在 其实唐山大地震 意义来说 其实规模来说 其实它一点都不是大片 是是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艺片 其实它是一个文艺片 但是问题呢 所以我们在讲的意义上的大片 就是说前几年 你从英雄之后 02年之后开始 整个发展 有七八年 所有最卖钱的 头五部八部戏都是大片 那么这个是中港导演都面对的 这不只是香港导演面对的 因为票价等等的问题 盗版的问题 观众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进去 我肯定就得看最大的一步 这是第二呢 也是审批的问题 因为大片在审批上 比较没有那么多政治的敏感 或者对社会的 等等的疯狂 或者你要拍大片 你就不敢在这方面犯错误 不 而且大家一拍古装呢 其实很多东西就比较容易过 那这个两个 其实是中港导演都面对的 是公平的 好了 第三个问题 我们香港导演最大障碍 就是我们不拍大片 我们拍古装片 古装谁都没去过 就是说 你的古装 我的古装 我的历史观 其实都是主观的 就你不能说我的不对 我也不能说你的不对 所以就没有中港之分 但是你一拍现代戏 其实我们就有障碍了 好像我现在下个戏要拍八九十年代的集体回忆 这些我在香港拍了不少 但是现在我要拍北京的 那我没住过 在八九十年代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很靠 就是北京找的好的编剧 那么我们弄好了剧本的架构 可能写好 到最后还得几重的功夫 找北京的编剧去把一些细节 一些人文的东西去再去把它调好 那调好之后还要我们明白 才能拍得出来 是 所以这些就是 而且这种明白啊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 好比说你看 你可能会记得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香港的颜色 你可能有一个感性 但是你未必知道 那个时候北京 某一条胡同 它是什么颜色 这个都是一种很深层的记忆 对 而且说起香港导演 在大陆的发展 等于是说 很多香港导演 被绑住手脚 就把你推上擂台 因为香港导演 特别在七零年代成长的导演 所以有本领是几个片种 都不能在大陆拍 鬼片不能拍了 香港以前拍很多鬼片 好玩的鬼片 恐怖的鬼片 不能在大陆拍 然后警匪片 对不对 要把总是把最暧昧的警察 说成是坏蛋什么什么 就又不能拍 或说给你绑住很多限制 等于是说 把香港导演 最有本领的部分都绑住了 所以就要上去打 不太容易打得赢 而且陈导演刚才说的对 你说拍大片 大片不仅是香港导演 面对的问题 我们收回很多人批评说 香港导演不懂得拍大片 拍得不好 总是拍出来不好 我们看看内地的导演 也没几个拍得好 说得好 有几个拍得好 都没有 所以咱们要去下广告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近陈导演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有张照片 我觉得有张照片 大家咱们导演可以给大家看看 你看这是片场的陈可欣 长发飘飘 感觉拍得挺过瘾 其实还有一张照片不好找 这是陈导演的父亲 跟他长得真像 真的 杀鸡跳 这我们可得几次一下 我们来看看 能推上去吗 这个图片是PS的吗 还是这个是你吗 很像很像 很像很像 是有那么像吗 我觉得很像 我看起来以为是你 好像说陈导演的父亲 当年也是电影 有一场电影 但我注意到你什么言论 其中一个就讲到同名状 实际同名状我还看了 我看了我觉得不错 但是我觉得挺奇怪 他说台湾的新闻 你想赔了五亿新台币 弄得你跟太多 我觉得不都现在 没有自己的房子住 其实我觉得 反正娱乐新闻 他们就找卖点 找卖点一定把东西夸大 其实书里面有写 当时同名状 是一个很特例的情况 就是说一个本来 没有规模要那么大的电影 但是因为我们有 美国那边的合作方 觉得这个电影 应该把它推大 也是很有理想 也挺天真的 觉得中国电影能推到国际市场 而且违反了当时候的一些国际惯例 对中国电影的看法 其实老师讲 中国电影在海外到现在为止 其实一项都是在两头 就是一头就是纯艺术片 就非常文艺的 那是非常小众的 另外一种就是武打片 武打片说白了 就是李小龙留下来 功夫片武侠片等等 那非常得非常走壁 那非常得就是卖中国的一些奇特的东西 那么其实永远都没有中间 就我们把中国人写得像一个比较正常的 普通的人的人文的东西 其实那个问题是在于 你需要太多的字幕 太多的对白 那其实老外是没有耐性看字幕的 这个是他们的习惯 那我们也不能配音 就更怪 所以呢变成了我们拍的时候呢 整个美国的合作方就觉得这个戏能推到一个很大 他觉得是像教父那种 那没有人会看中文的教父 问题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之后 这时候野心很大 想把它推大 刚好第二天 我在香港的电视的电影频道 看到重放这个同名状 我看了 那是我第三次看 非常好看 可是一边看我就想起说 我的天啊 老外怎么能够感受到 里面那种兄弟的情义 背叛 什么报仇报恩 种种一定要从小 在中华文化的概念里面成长 才露我们的鼓嘛 看才有感觉 老外不可能的嘛 但是咱们先不管老外 我就是 你看我是比较典型的大陆人 我是觉得奇怪 这个香港导演的这个电影啊 其实一度对大陆观众啊 是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的 像刚才我们还讲的 那叫什么呢 就这个这个吴宇森拍的那个 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啊 这个什么胭脂扣啊 包括这个甜蜜蜜啊 金枝玉叶啊 那都是就是有那么一个年代吧 或者是 所以要不说南方报戏 他这个评论也有他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 你们在我们心目中 那都是甚至比大陆导演厉害啊 就是说 是有美誉度的 可是当你们真的进入大陆拍片子的时候 老实讲 有几个片子我都没看过 但是我都听说就是很辣 比如说什么东城西旧啊 画壁啊 或者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赖 因为我没有看过 那么 好像你像他们排名啊 排这个徐克 杜琪峰 还有你 这是前三位 这是大家每一度 还算比较高 但是呢 对武侠 好像也是说票房欠失利 那就就就就就就就失利吧 然后呢 排最后一个的 你像是这个刘振伟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说刘振伟当年什么月光宝盒啊 或者什么的 可是他后来呢 也想排几种这种东西 对吧 东城西旧2011 说可是怎么那么辣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就等于所有怀旧一样 就乌利安那个戏讲的很好 怀旧就是对现实生活不满 那以前真的比现在好吗 我是非常怀旧的一个人 但是你给我回到那个时候住 没有空调 没有什么 我们像回忆来讲都是很美好的 但是问题你刚才讲了三部 是可能是中国电影 或者香港电影 历史里面最好的几部戏 那其实当年的烂戏可多了呢 可多了呢 大家都不记得了那些 只记得几部最好的 那么你说一个导演拍完最好的戏 他可以一辈子越来越好吗 是不可能的 因为拍戏就是一个赌博 票房也是一个赌博 每部电影 没人希望拍烂片 每个人拍戏都是觉得我下部最好 但是下部是不是最好 是没人知道的 那可是这个正让我想起我心中 经常有的问号 我看香港导演的片 坦白讲 这个极小数的导演 像你的片 我看 我觉得说 不会烂到怎么去 哪里去 OK 顶多说 好到哪里去 我说没有预期那么好 这样 可是我看很多明导演的作品 这个差距可以天与地的差距 因为这 有些是拿掌的 我举例好 我举个名字 都是朋友 所以我跟他也直接讲 就直说 我说 许安华 我说 安啊 许安华 你好多片 我就敲几粉丝 爱看几 可是突然有两三部 我觉得 有没有搞错 我说 安华 真的是你拍了吗 像什么 大喊朝凡啊 等等 有些 我就觉得 为什么很多导演都是这样 香港导演 那个水平你是不敢相信的 高低 参差那么多 但是我 我先 别人就不敢说了 别人我不是说他们的 就我自己来讲的 书里面就有讲了 就是说 我自己非常有一个 因为我是非常不自信的人 所以呢 我完全没有信心 做每一件事情 那么 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呢 我每一部戏都像吐血一样 对 那当你吐血一样 好了 就是万一我才华真的不够 也真的不够 但是问题是说 当你吐血的时候 你怎么样在细节上 你都会把它调到最好为止 嗯嗯嗯 而且我也是一个非常固执 也非常完美主义的人 不是代表我有才华 只是我希望他更好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觉得天才 尊给天才 物 就是有些非常有信心的人呢 他们是技术性的导演 他们是非常有才华导演 他可以把他的导演的工作 变成一个工作 就是我拍一部 我非常喜欢的 这部就会很有 就是出彩 但是我不喜欢的 我就用我的技术 我技术就能拍了 这个一向也是香港的习惯 嗯嗯 而香港呢 也是因为是一个turnover 非常快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片酬又低 嗯 回报又不高 所以你不能拍一部戏 就能够过日子 嗯 你必须一年拍五部戏 对 那一年拍五部戏 不可能五部都好了 你就可能只选一部 这部是我的心血 五部 另外四部就是 我就只是一个工作 没错 就跟嘉辉写书一样 哈哈哈哈 但我问题是 下广告 将近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彩琴北京演唱会 四月二十日首都体育馆 船长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廊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纬二十度 龚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龚南湖海口 当然嘉辉有一个讲法 我也很认同 他就说 有些港片当年是个美丽的误会 这我能理解 比如像刚才刚刚讲的 那个月光宝和 就当年周星驰 那个在北大学生当中引起的 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解释美学了 接受美学了 是看的人 把它上升到了某种什么后现代 当年留下 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刘振伟 要叫我看 他就是当年的月光宝和 和今天的东城西 就2011都是他拍的 我觉得这就是如其然 如其然 只不过是你那个时候的人 怎么看 我们又知道 像大家经常怀勉 我们去大陆演讲 一定有学生问的 为什么港产片越来越不行 当年怎么怎么好 我的回答一定是说 对不起 港产片一直在进步 只不过你们观众 内地的观众的 进步的速度更快 因为以前他们相对的 没有什么拼看 有没有港产片 已经不得了 对现在感谢盗版 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片子 我们都看了 眼光看到 扩大 什么伊朗 印度 什么片都看了 回头再看港产片 一定觉得说 好像没有预期中那么好 所以我才说是美丽的误会 但是我还有一个比较庸俗的问题 咱就讲票房 你看 就是说 这玩意儿你承认不承认 本乡本土 就不管怎么说 为什么就最高的票房 你看还是大陆导演 在大陆市场 创出就达到这种 五亿 六亿 这个香港导演 你比想你像徐克 这个龙门飞甲 你顶了天了 三个亿吧 或者是 五个亿 有五个亿 有五个亿了 这算是像徐克的 这种三地 最高的 这已经最高了 当然我看着 反过来也一样 就大陆导演 也是这样 在香港 你也是这样 这个影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部